臺灣福人社友所組成的合唱團齊聲獻唱 為這場臺灣福人萬人世世慶典活動揭開序幕 主要是恭賀目前星光寶全的名譽董事長黃岐光 終於當上國際福人社總社長創下109年來的紀錄 我們全世界有123萬個福人社友分佈在200多個國家 所以我的任務很重要 我希望我們以第一個臺灣人第一個華人的總社社長的身份 我要把它做好 我希望讓他們知道也看到臺灣出來的總社社長是不一樣的 國際福人總社1905年美國芝加哥創立 109年來分佈全球168個國家共有122萬名社員 經過多年的爭取和努力 黃岐光才順利從11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獲得總社長職位為臺灣爭光 這天全臺萬名福人社友一起為他祝賀 他表示會把臺灣的美好推向國際 我們臺灣雖然只有3萬多個社員 但是我們已經是全世界第13大國家的福人社員 但更難得的是我們的捐款是全世界的第六名 那麼我們的巨額捐款是全世界的第二名 那麼更重要的我們平均每一個人頭的捐款是全世界第一名 從這裡可以知道臺灣的富裕 也可以知道臺灣社友以及所有同胞們的慷慨解藍 黃岐光指出他將今年主題定為光耀福倫 希望明年在巴西登場的年會上演奏國歌聲國旗 讓臺灣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再度被人看見 記得在你家內中才會到 好